大家好,很久不見了,我是Epic Crimson,在跟大家介紹Pokemon GO 這次我們就說IV,如果有深入玩過這個遊戲的人,一定對IV這個數字不陌生 但你又知不知道IV實際的影響有多大呢? 相信有人聽過這個說法,一隻零IV和100IV的表現分別大約為10-12% 這個說法其實又不是不對,但這個說法其實很普通,因為不同IV之間的分別是因應特定的情況 有時候零IV的表現和100IV是一模一樣的 有時候零IV確實實會比100IV慢了十多秒,或是死得快一點 而我們可以怎樣知道,在什麼情況下,高IV的表現會明顯比低IV的好用呢? 這樣我們就要知道這個概念,Break Point,突破點 這個突破點的Term就是我自己翻譯的 因為Break有突破的意思,Point顧名思義就是點的意思 這個突破點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就是精靈表現會有明顯改善的某個level 這個突破點就有兩種 攻擊突破點 外國網站就通常叫做Break Point 內力突破點 外國網站就通常叫做Bulk Point 而想找出這兩個突破點就可以留意 description下兩個網站 而這個Game Press更加是支援中文輸入的 好了,我們就先看看最有影響力的攻擊突破點 攻擊突破點的原理就是這樣 快速技能所造成的傷害力,不是每升一次級就會得到一次的提升 而是會連續在幾個級別維持同一個傷害力 然後就會在某個level,突然增加多一個傷害 實分顯著地上升你的DPS和總輸出傷害 因此快速技能能夠達到多一個傷害的等級,就是所謂的攻擊突破點 而這個攻擊突破點就包含幾個因素 一隻精靈的攻擊IV 快速技能是什麼 對方用什麼精靈 而他的精靈level和防禦IV有多少 以及有沒有天氣加成 其實一般來說 攻擊突破點的規律就是這樣 在不同天氣,對付不同精靈,攻擊突破點都會有所變化 廣義來說,攻擊IV越高 就代表比起較低攻擊IV的精靈 可以在更低的level達到這個攻擊突破點 而較低攻擊IV的精靈就需要多升幾級才能達到這個突破點 所以如果一隻0攻擊IV和15攻擊IV的精靈都過了這個攻擊突破點的話 他們解決對手的時間其實都差不多 我給你一個例子 冰式的急凍鳥對付裂空了rayboss 15攻擊的急凍鳥可以在level 20.5,24.5,29.5和38.5 達成不同的攻擊突破點 而13攻擊的就可以在level 21,25,30和40 可以達到這個不同的攻擊突破點 但是12攻擊的 可以達到的攻擊突破點就只有 level 21,25和30 就達不到13攻擊或者以上可以達到的最終攻擊突破點 那我講完這件事之後我希望你現在是懂得去看這個break point的這個表 那就是說在level 38.5的時候 13攻擊和15攻擊的急凍鳥對付裂空了boss 留意不是所有情況 他們的dps的差距就會比較明顯 但是一度了level 40 一隻13攻擊和15攻擊的急凍鳥對付裂空的表現是肉眼都看不出分別的 而12攻擊或者以下的就仍然會看到一些差距 表現仍然會跟這個38.5level的時候差不多 因為他們是永遠都達不到對付裂空的最終攻擊突破點 咦 但是現在又有天氣系統 我們就看看他們的落雪表現會如何 所有急凍鳥固然可以做出更加高的dps 但是這裡我們可以看到15、13、12攻擊的擊敗時間是十分之近的 代表了如果有天氣加成的話 攻擊突破點又會有所變動 可能會令到更加低攻擊IV的急凍鳥可以達到最終的攻擊突破點 這樣這個攻擊突破點我們可以看出什麼啟示呢 意思是不是說一定要15攻擊的就一定是最好呢 都可以這樣說 因為有些情況 只有15攻擊才可以達到最終的攻擊突破點 例如沒有天氣加成的種子機關槍色役王 打蓋歐卡 沒有天氣加成用咬住的巴格拉對付炎帝等等等等 所以任何種類 15攻擊一定是可以保證到你日後任何情況都可以達到最終的突破點 但是這個保證到底有多實用呢 就看你平時怎樣玩開這遊戲 其實突破點這一家東西 越少人打就越明顯 因為更加少人打的緣故 你用的精靈對於勝敗和擊敗時間的影響就會變得更加大 相反如果你長長都是十幾二十人打的話 你絕對 絕對 是感受不到過了這個突破點是快了多少 個人貢獻 也都不會突飛猛進給他加以你 因為實在太多人分薄了 但是 如果你是等級較低的話 升到上去這個突破點 很多時候都會幫你由0個這個個人貢獻球 升到最基本的1個 因此 對於攻擊突破點 我的結論就是 你不是玩開小人數rate的話 0攻擊 10攻擊 15攻擊 都是一模一樣 因為你是不必要升他上去最終的突破點 而起到作用的 紙牌就剩下普通打道館所需要的突破點 我試過就看見你了 我看見你了 如果你說一次 更為人犯及edict 我覺得是你在那邊 很好的 你 到底可以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